虽然留学生在美国念书 可是对于明年的总统大选 这些学子都非常的关心 很多人表态说绝对不会缺席 而驻外的官员也鼓励学生们 行使公民权利 反台投下深圳一票 台湾的大选可能主要会是 研究所的学生或是应届的毕业生 可能会去讨论的 那其实至于政治倾向的话 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想法吧 中华民国政治的发展 需要所有的我们台湾的求好包 包括我们国内民众一块来参与 因为透过大家投下深圳的一票 能够让我们的台湾的民主政治 能够更为深化 更为巩固 那当然在海外留学的我们的同学 如果有投票权的话 有机会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回到台湾来投票 年轻人的选票 这两党真的都不能低估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今年5月底访美的第一站 在南加州就有大型的造势 私下还跟台湾留学生座谈 提出了经济振兴方案 也希望能够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 而全力抢攻年轻选票的意图 这么明显 对手红袖柱 虽然没有到美国造势 但校园里也有不少粉丝 对手红袋